你問我答案 嗯 在什麼樣的時候會覺得很 攝影師讓我覺得很冷藏啊 就是 從來啦 我又突然 突然失散 嗨 問題是什麼 主席 主席外拍你最怕遇到什麼情況啊 然後什麼樣的現實讓你會覺得 很 不知道怎麼拍啊 就很難表現 然後希望現實用什麼方式引導你會比較好 我不用問這些 自己問這些問題 你就 你就答就好了 嗯 好 嗯 在參加外拍活動的時候啊 有一些攝影師他們會就是 很喜歡按那種很連續的快門 那種我覺得還蠻害怕的 或者是有一些攝影師他們 可能拍了一兩張 他們就會退到後面去 那我就會覺得是不是自己表現得差 然後他不太想要拍 還有就是我不太喜歡笑 可是有一些人就會一直說 你怎麼都不笑啊 你怎麼都不笑 一直講這種 我就會覺得 嘖 雖然他們是有付錢來拍 但是我就會覺得 我很 很不太想要笑 對啊 怎麼引導 怎麼引導 你說攝影師要怎麼引導 對啊 你會覺得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用比較 親和 親和的那種方式 有些人比較兇 那我會有點害怕 然後有些人比較 像拉比賽的那種感覺 嗯 可以看一下烏龍麵老師 給你的感覺嗎 烏龍麵老師 雖然講話有點色情 可是他還蠻好笑的 所以他講的 其實我都聽得懂 嗯 嗯 就不會覺得他真的是在兇人 嗯 那個啊 還有咧 還有咧